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會兒一定不會讓你 嘩 畢竟我師傅都是泳壇健壯 不會輸給你的 待會我約招Super破冰轉身KO你 Super 這些招式是假的 看看怎樣 各位 Super破冰轉身 非常轉身 師傅 今天我們的嘉賓 又會游泳 又會演戲 又英俊 又細心 如果跟師傅這麼完美 聽說師傅你跟他很友善 那一定是方力申 別選好,歡迎 謝謝 難得請到方力申大駕光臨 作為她最好朋友的玲玲師傅 當然不會放過她 師傅大爆當年介紹過很多女生 誰是被小方認識 誰知道全部被DQ 最後小方還說 人生只是跟三個女生單獨吃飯 有沒有搞錯 是否師傅介紹女生不行 阿里… 先抱抱一下 阿里… 很開心 對 你好 方力申 在我心中是一個傳奇人物 為甚麼 對,因為我出去幫她解釋得最多 每次有人問我 她是不是很花心 她是不是很多女朋友 說所有負面的東西都會先來 然後我就要逐個解釋 我說真的不是 她真的很乖 我記得一開始我認識你的時候 你都覺得我是這樣的 是嗎 你肯定是你的臭小子 也是這樣 我記得你的樣子喜歡追求女生 我的樣子怎麼像 我的樣子是正人分子響 不是嗎?是戴士 我揹著幾十個戴士 也是 不然他們會找我做,對吧 對 收到收不到,對吧 她說實際上她真的做了很多功績 我記得以前帶了凍督笑的笑話 經常拿她的卡片功績出來玩 因為她在這麼多人之中 是最長的 最長的 但為甚麼呢 為甚麼 人真的有個反差 因為你的樣子… 挺英俊、好樣子 即是運動、單身 沒有結過三、五、七次分 人們就會覺得還不是有問題 正常人 對,拖拖的時候也很花心 對嗎? 我有想過為甚麼 為甚麼 不值得有這種人 我平時很喜歡吃肉類 但我有一次告訴別人 我戒了幾個月 人們就不相信我 他不相信我的原因是甚麼 因為他做不到 反過來,我問和尚 我跟和尚聊天 我說我現在開始吃了一個月 素 素 他就拍拍我 他說很好,你繼續努力吧 他一定會相信我 為什麼?他一直都是吃素 因為他做到 所以我覺得大家 如果你們被人攻擊 說你什麼時候也好 其實一定是那個人做不到 他才會說你 如果他做到的話 他不會說你 你介意嗎? 你介意嗎? 我已經習慣了 你已經習慣了? 我經常覺得是這樣 我說不要把自己的人節 擺得太乾淨 有一次跟森美說 森美,你經常都很正氣 或者正面的才不去玩 又很疼愛他老婆 我說這樣其實沒有好處 有早一天 你走過桑蘭浴室門口 別人拍了一張照片 都會覺得你進去了 不知道做什麼 但如果你把你的人節 去到這麼乾淨的話 其實你更加要步步為行 你不覺得很累嗎? 不知道 我已經習慣了是這樣 而且你給自己很大壓力 我經常覺得 你要自己做得 事情都好像很尋規道舉 那是否自小的家 你家給了這個框框嗎? 不是 你是怎樣?有嗎? 是不是? 我不覺得是 因為我是運動員出身 運動員是很有意志的 我經常覺得很自律 很自律 因為你很小的時候 已經經常操練游泳 對 所以可能習慣了運動、健康 然後我一入行 就有人找我做大使 對… 就是這樣 我真的不喜歡去獨製的地方 很吵 你不喜歡吵而已 為什麼你不喜歡追求女人呢? 有人懷疑過你 其實… 亂來是這樣 這是有點反常的 因為你本來的 有點反常 因為我經過跟他幾次溝通 我就覺得芳力珊是一個清朝人 因為他要約一個人 是古代的 古代的 男歡女外的模式 我說那個很好, 你要約出來吃飯 他說, 要約人家吃飯? 一會兒別人誤會 我說, 要吃飯而已, 你明白嗎? 吃飯而已 吃飯已經第一, 不是男女 對吧? 對… 他會覺得 如果我單獨約他吃飯 就別人有個希望 就是覺得我是不是想追求他呢? 到時候我吃完一頓飯之後 我又覺得其實可能不是 因為我還沒看真 對嗎? 記得很清楚, 沒錯 當然了, 我是一個紀人 說無謂話, 很厲害的人 然後他就說, 那不是很好 不如大家約在一起 對, 我和熱量心的人 看著, 要約在一起 跟你去你的有一點點目標的人 吃飯嗎? 如果你好心儀一個男生 你會不會單獨約他吃飯? 通常都會讓他約我 就是你去最早一個機會 但你會去 但在這個階段 你不會想大家行不行 不會想那麼多 我覺得吃飯不重要 吃飯而已 他想得多很多 你為什麼要想那麼多? 所以我人生單獨和一個單身 和我差不多一年多 就是有機會拍拖的女生 人生中, 我想不多過三次 你下機不怕? 或者五次吃飯 你不就是異常, 恐龍 你不要放下肩膀 我肩膀是有問題的 對 最主要的問題是 因為我游泳的時候 已經很小過游泳 我小時候拍拖的時候 又不敢很張揚 因為家長會說 你讀書要拍拖, 游泳也要拍拖 然後我游泳馬上跳入行 對, 我知道, 很小時候 所以也是… 然後真的要拍拖了 又要保護形象 然後拍拖 一拍就拍了這麼多年 所以你基本上沒什麼時間 讓我去約會女生 所以就沒有了 至於回答你 為什麼我會這麼小心呢? 如果我不夠喜歡一個人 我就不會開始的 分手很煩的 你不開始就不知道你喜歡 對, 大家要經過相處 其實說到底 方力生是一個 要喜歡一見鍾情的人 即是他看到一個女生 他喜歡了 他就覺得要有很觸電的感覺 他不會說 這個女生性格多好 約他吃飯 我也可以透過朋友 認識他先 你很先入爲主 當然, 男生也會看外表 也會看得很重的 對… 但你約了多少女生吃飯 其實我相信她的觀點 例如我約LICO吃飯 她現在很乖 對, LICO會不會覺得 我對你可能有些異思 你會這樣覺得嗎? 不會, 那你現在吃飯 三、六十五餐 不會的嗎? 我還不明白 我還要吃飯 怎麼會有意義 我只想到很不熟 你不是問我借錢嗎 對… 吃飯而已 朋友也要吃飯, 對吧 如果要吃飯就好像有點奇怪 吃飯就好像看電影而已 除外看電影而已 看電影也很奇怪 怎樣? 什麼年代? 真的很奇怪 不只我一個人是這樣的 我發揚… 對… 要是大家… 吃飯這些單獨的 就已經有動機了 對… 你已經確定了 來上去追她 好, 我當有動機 假設真的有好感 但好感大其實不是一個信仰 大家再吃飯的時間 或者再經過很久的交往 你才知道自己是否適合 沒有人會怪你 在這個過程中 你一定要單獨相處一下 你才會知道跟你有一個信仰 但在他們來說 已經是一個信仰 你一堆人怎麼會知道 這是什麼人呢? 就是要一堆人看真點 就不要出錯 我… 是… 還是有些事 是有些問題的 我們太介意 人家怎麼想我們 是… 譬如現在有很多朋友 玩家樂程式 是… 然後我也問那些女生 那些女生也說 出來了之後 男生見過一次 我打算他會再約我 然後他又沒有了 他又會說男生不好 或者說他不開心 然後我們反過來 我說你也試過不找別人很多次 對… 所以我們應該朝著這個心態 他們也會見很多其他人 不用太… 太緊張自己 如果… 你不知道有沒有試過嗎? 吃完一頓飯 你找他 他又不再出來 你會不會傷害呢? 當然會… 如果是這樣當然會 會傷害的 會不會的… 我們這類人… 我們這類人… 是想著… 很減輕 打算約了他之後 如果我們有好感繼續約的時候 對… 人家拒絕 只代表他對我沒有興趣 但不是大部分男生 都有很多被人槍斬的經驗嗎? 會不會… 你被人槍斬的 我一定回答我不知道 是嗎? 因為他也很漂亮 他還沒做的 而且他還沒做的 幸好是不明白 有用嗎? 我覺得你是不懂追女生 我覺得他是不懂追女生 老實說 他真的… 因為他沒追過女生 其實真正他真的沒追過女生 也有失敗過的 但你不懂得追 也就是那些 又是吃飯 有什麼方法…我想知道 有什麼方法追女生 我小時候十幾歲 我爸爸教我 追女生的秘笈 就是你令他追回你 對, 所以每個男生都說 我是被女生追的 是嗎? 每個男生都這樣說 我沒追過女生, 但被女生追 但在過程中 你也… 但他也很浪漫 他也很浪漫 他也很浪漫 但是他很浪漫 所以我覺得他是有點悶 我不喜歡傷人 我覺得跟別人分手很辛苦 而且如果你拍攝了一段 你不夠喜歡的 你就會付出少了 付出少了 又會令人不開心 那何必苟潛在這種關係中 我差你了 我心裡比較理智 我不會因為一個人的外表 因為激情很想擁有那個人 然後跟他一起 然後很快就… 其實我不太喜歡 很自律 就是這件事 沒錯 我做過以前的DNA測試 他說我花心是有的 不知道五顆星 也有三顆星 但我自律是滿分的 其實我有一個… 控制著自己的感情 對, 誰的男生 不喜歡看漂亮的東西 問題是… 其實你沒有想過 就算過程 或者大家不是那麼… 無法成功 但其實也會開心 對, 但是… 除非只是鼓勵 我摸過你的手 我要跟你結婚了, 你明白嗎 這件事又要說 如果真的女生看見我 也是這樣 那我真的沒問題 但沒問題 但沒有女生會這樣 你明白嗎? 真的嗎? 都是邊走邊走的 不是, 就像你所說的 我人切的關係 女生就算她之前有幾棵花樹也好 她跟我一起的時候 一來到這裡 她就會覺得 這個應該要結婚了 你明白嗎? 所以我不可以帶著一個 玩玩玩的 面對任何一個女生 我是一個負責 或者是一個長腸的 但問題是結果 結果就會… 她就不會這樣 如果她這樣的話 我家裡會這樣… 但不是吧 她來到的時候就不是這樣 小芳是很多人心目中的 100分順盤 但師傅和Nicole 竟然不停輪流痛擊小芳的缺點 令她毫無橫口之力 到底是甚麼缺點 這麼大攻擊力 師傅還大爆小芳是一個孖寶 還深入盼土 小芳的不正常愛情歪理 師傅… 你對小芳是固執、做夢 或太熱情 Nicole, 你就跟她有合作 你眼中的她是怎樣的 其實我第一次跟她合作的感覺 未真正了解過的時候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成熟、穩重的男人 因為她有這麼多的資歷 她應該很穩重 但後來相處久了才發現 其實她是大小孩 是一個小孩 但也很玩得… 很認同… 對, 對吧 她是不夠成熟透的男人 是一個孩子氣的男生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悶 最初我覺得… 因為這個樣子 我當然假設她是花心 後來我就覺得她是黃居 她是一個很自律的 你看我多可愛 她是很自律的男生 兩極… 兩極也有 所以她會按著自己 是想要求的, 但她會按著自己 有刺心, 沒刺膽 對… 還會刺激媽媽的 我比較自律 她真的很乖 有時候我也會跟葉蓮森投訴你 我說怎樣 方律生又在這裡… 她在家裡笑東西吃 她很認真地問你 她說我們那天吃甚麼好 要不要叫媽媽做餃子還是怎樣 然後我已經說別煩了 我說不如叫人過來 就是負責燒, 叫師傅過來做 她會很認真地去想 但你會覺得… 可能我這些女生 沒有耐性去來回這些事情 但她是很細緻的人 過分細緻 而且我覺得她是優有寡短的 很優有寡短 很優有寡短 對… 你都要決定 我想三、七年都沒有決定 很可憐 所以大家心目中 也有少許孖寶的形象 孖寶? 對 孖寶…很多媽媽都喜歡我 孖寶不是這個意思 孖寶… 我最近見過蛇絲萬有一套劇 在家裡說 你跟媽媽的宗教條池帶 是未剪斷的 也要剪斷的 又不至於人, 又不至於很群腳 群腳 對, 差不多 即是很多事情 要看媽媽的意思 受到媽媽的影響 你認不認識這件事嗎 你覺得嗎? 那倒不覺得 雖然我跟家人一起住 很感情的… 但又不覺得 但媽媽是比較強勢的 伯母會… 也不是 果斷一點 也不是 果斷一點嗎? 果斷一點是 她敗養了 所以她… 而且你還重視她們的意見嗎 你有沒有試過一次 其實我覺得我老公也有一點 媽媽小時候照顧習慣 她什麼都不知道 而且她們一選女朋友 就要好看媽媽暗頭 譬如你喜歡一個女生 而媽媽反對 你會怎樣?你高不高? 我覺得一定不會 但被她媽媽拒絕了10個 最後幸好她在家裡肯選我 幸好… 但起碼我只有她媽媽寬心 所以才成功 你是不是很重視這個感覺 例如你希望她對她好… 對… 不用承認嗎? 不用承認,但我覺得 尤其是我這個年紀 身邊很多男生 都是自己的家人 很喜歡你的另一半 放下心頭大石 加分好 她挺重視這件事 她很希望另一半跟她家人相處得很好 對… 其實是好事 反而相處得不好,很辛苦 對,我曾經看見她夾在中間 真的嗎? 對… 不知道手臂又是肉 掉進水裡問救誰先 那些真的很辛苦 但我也試過… 我父母很喜歡我 對 所以我跟哪個女朋友一起的時候 她也接受嗎? 她也會… 正直接受,還會… 愛家庫 對,愛家庫 你當作女兒 對 尤其是以前的年代 我是… 很多狗仔隊 要好地下情 是 我很多活動 都要在家裡進行 他們會… 可能他們會離開家 給你二人世界 燭光晚餐 幫我買東西 準備甚麼 她會陪我瘋 可能我家裡要報紙甚麼 她說可以了,你報紙吧 你弄得怎樣都可以 她會幫助我 我覺得這也是… 自傳的 因為我覺得本身… 你幫我追求女生 其實方力昇的原生家庭很好 但你自己的原生家庭很好 對方有時候未必 所以未必… 未必完全有這個感覺 對 而且很多女生現在很喜歡 男生也是跟媽媽接觸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自己住就很獨立 我不喜歡一個獨立的男人 多了 對,要一起住 未必相處得到 就算多好也相處得到 所以…我們又問問觀眾 在我心目中,你不算媽寶 但你真的對好戲人很好 那到底觀眾心目中的媽寶 是有多少 是哪幾樣 是看看你又中了多少,好嗎 先看看 不會拍拖,現在中了嗎 每次媽媽為孫,我還寧願… 寧願跟媽媽去旅行嗎 寧願跟媽媽去旅行嗎 有,剛才去完 跟媽媽不同 跟女朋友去嗎 有…真的有… 也可以 一起去 跟媽媽經常外出,不喜歡 那她有沒有經常跟媽媽外出 整份量給媽媽 每天都打電話問媽媽不平安 跟女朋友外出,要帶媽媽 真的有,你別說 真的有 因為我試過有些客人 是不敢單獨跟她老婆去旅行 大家假裝出差 因為她媽媽會不高興 所以要不就要帶她去旅行 我媽媽不高興 因為她媽媽真的會不高興 對,不懂做家務 媽寶,你懂得做家務嗎 甚麼家務 你懂得做家務嗎 你懂得做家務嗎 甚麼家務 星期日永遠留給媽媽 買東西買給媽媽 先出門口吃飯媽媽 尤其是媽媽看見這堆東西 都會很高興 挺美的 對,我經常覺得一個男生 其實如果對媽媽好 原則上 對老婆也好 對,這個態度是會有共識的 這是一個家的態度 人家說媽媽在哪裡,家就在哪裡 而且看看那個女生本身 有沒有這個感覺 如果人家本身的原生家庭是沒有 其實是改變不了的 即是會不高興的 但我也有些不好的 雖然說我原生家庭很好 但是我爸爸媽媽 我從來沒有看過她們手牽手 現在是我爸爸年紀大 我媽媽才會這樣 扶著她的 對 所以是因為這樣 再加上… 是不會很親密嗎 就是你沒有那些… 你從來不會看見我放閃 你不會拍到照片 我在街上牽著女朋友 我也說她悶得乖得很親 所以我沒有家情 我不會去… 即是那種很激情、很甜蜜的感覺 甚麼放閃 你會問她 男朋友 對不起 對不起 很可憐 我認為這些美女通常會做一點 對吧 你喜不喜歡這個男生會做這些 以前小時候會渴望 大後就覺得不好了 是 我怎知道她還有沒有其他人 會八卦是非 我也怕這些 你仍然很宜愛運動 你的事業一直在推進 到底你當時有沒有想過 自己應該幾時結婚幾時生小孩 你多教小朋友游泳 你是不是喜歡小朋友 是 是喜歡的 通常真的很邪門 你越喜歡早結婚、早生小孩 是拖得很遲 對,拖得很遲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因為太謹慎 現在會不會有一個改變 就是不要那麼嚴謹 或者你覺得 不如真的試試吧 那種感覺 我覺得更嚴謹 對,我做過很多大事 我怕生出來 一會兒他又… 不乖 有問題 然後怎樣很多 就是想的事情更多 怎樣教小朋友 我聽到身邊的人 究竟是地區、國洲學校 什麼時候移民 那些很辛苦 你已經開始很婚了 因為他的人想得多久 想得多久 對,小心得多 我的問題 對,不用問我了 什麼時候結婚 但沒甚麼都不小心 這些是必須要想的 我們先先交換電話 有很多東西送給你 我覺得愛情的事情 其實經常會變化 你不能保證自己不變 而且你背負的事情太多了 如果是這樣 你會覺得我今時今日娶了你 我就要對往後 很多事情負責 我要永遠愛你 但其實未必做… 不是…世事不是這樣讀嗎 對,但… 不是,我經常都說了 為何不做 愛情由零變有 其實由有變沒有 是很正常的 正常 正常,因為所有事情都會變 對,正常 變了時間就沒得說了 對,你不試試怎麼知道 你怎麼可以保證呢 我也想知道 其實保證不到 對 這就不可以讓我女朋友看 是嗎 因為她仍然相信… 她很多事情會問我 那你真的很相信愛情才行 如果是這樣,你很相信愛情嗎 應該…應該要的 不,我相信有愛情 但只不過我是… 愛情是否有愛情 還是親情,還是責任 對,後面那是否感情 或者愛情的時間 可以維持多久才是一個問題 處一步伐 可以維持久一點 如果只說愛情 我經常都說 雙方都要遠離誘惑 遠一點 對,看不到就算了 可以跟女人的想法一樣 告訴你 看不見為正 全世界都是異性 而且… 如果你這樣想 連你自己的異性也不會見到 不,盡量自律 因為你這麼放 不太放 你這麼認同 所以我都說她是千朝人 其實她挺介意 千朝人,我問你 不是… 你說她是介意她身邊的娛樂圈 如果有任何親密的… 親密的意味 你能否知道 譬如… 好,現在你有個女朋友,Nicole 好,Nicole正在要拍… 要拍一部電影 是跟你抱著石頭 是床上的,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我不看… 那一幕我會不看 以前也是這樣 你也是娛樂圈 為何你會介意? 明明是假的 我沒有介意,我只是不看 說不到 那就是有東西 沒有關係,就丟掉它 這個我又覺得有點奇怪 我沒有介意 但我看著… 不是,很刺激 女朋友在尋找另一個男人 你會覺得很好看 真是說得很好 不是 對我不是這樣 但到你跟別人有春熱氣的時候 她最好不要看 不可以想又煩我怎麼辦 通常都會看 她一定會看 你呢… 如果你的女朋友是娛樂圈 你會好奇想看 也會介意 真的會介意嗎? 不僅落後 原來的男人… 對,其實男人很前衛 你看到畫面一定不舒服 不是 演戲 今時今日我聽很多 我聽很多,譬如我們公司 因為新入行的女生 很多人都會介意 因為她身邊的圈外男朋友 介意 就不讓她們這樣做 不讓嗎?真的會… 不讓男人也會介意這些 我真的要問一下現場的故事 大家公認 方力生是一個105分 如果100分是滿分的男朋友 真的 無論如何 她現在有幸福的海情 希望你繼續朝著這個目標 無論你真的想結婚也好 好,生壽歌也好 起碼眼前現在很開心 可以,沒問題的 對 今天很感謝Polly生哥 謝謝你 謝謝你… 特別的愛情觀 謝謝你